画面上你看到的是美国DC漫画公司经典英雄角色超人 从第一本漫画推出到现在已经超过80年 超人在这个漫画里面一直都是白人直男 但是新超人选在10月11号 这是美国国家出柜日这一天公布 11月出版的最新超人漫画 由超人之子也就是我们讲的新超人 单纲的整个剧情故事里面 爱上了一个亚裔的男生 同时有这一页接吻的画面 他跟父亲一样都是跟记者坠入情网 那么新对象就是一个亚裔的男记者 深情接吻的漫画内容一曝光 立刻引来褒贬不一的评价 不过超人的作者认为 新的超人应该不再是以往的直男救世主 而是新超人在找寻自己的过程当中 才能够成为有影响力的真英雄 鲜红色斗篷S标志能飞天遁地 最早出现在1938年的漫画中 超人被改编成无数影集电影 不过向来以直男形象打天下的 DC超级英雄 现在漫画版的新超人 吹起性别多元风 深情一吻 超人深爱的对象仍然是记者 但性别从女生换成了男生 身为一代超人 克拉克和记者路易斯莲的儿子 在今年出版的超人 凯埃尔之子漫画中 强纳森肯特紫成副业 继续为社会除暴安良 不过他在下个月出刊的 最新一期漫画中 正式成为双性恋者 和染着粉色头发的 雅艺男记者中村杰坠入情网 作者坦言 他和DC取得共识 希望让超人做自己更有意义 但对于广大粉丝而言 这剧烈转变褒贬不一 有人问这出闹剧何时才能结束 好好的英雄故事 何必牵扯到性别认同呢 也有人感谢作者 让身为同志的他 能从超人的剧情中 看见自己非常感动 D.C.选在10月11号 也是美国出柜日这一天曝光 这则消息 1988年创立的国际出柜日 提倡对家人和朋友同事出柜 坦率生活做自己的精神 美国总统拜登也选在这天 发出声明 希望LGBTQ Plus族群能知道 无论在哪里都被接受 CNN男主播唐雷蒙 也在节目中 回顾自己10年前出柜的勇气 I feel like whatever happens from this point on what will be will be and if the broadcast If there's not enough room for a gay anchor gay black anchor whatever it is then my career will transform into something else I will be successful and I will prosper I will prosper at something else 不过其实问题仍然存在 美国NFL拉斯维加斯突击者 教练古登 被媒体揭露 他过去10年间的电子邮件中 使用种族歧视 孔童和贬低女性的词汇 他发出声明道歉 但外界并不买单 他一直是一个骂 从第一天 他一直是用车销 在外界压力下 古登选在11号晚间再度道歉 也宣布自己辞去主教练职务 不过曾经历出柜压力的前NFL球员认为 联盟还有很多努力空间 LGBTQ plus族群受到的歧视 让他们在医疗体系上倍感压力 科罗拉多州也选在11号宣布 将变性者纳入健保服务范围 国际间也朝多元性别社会迈进 葡萄牙国会10月初宣布修订四项法案中 其中一项重申禁止国内医疗机构 拒绝同志捐血 而墨西哥也在首都开创第一间 专门为LGBTQ plus打造的诊所 由变性者组织从去年9月开始建造 花费88万美金 约合台币2470万元 提供泌尿科心理咨询和内分泌砖科 多元性别的社会 可以期待更多的包容和自由 让出柜不再难以启齿 也是国际出柜日 近年来逐渐发展出的正面影响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